15号独拜的时间9点42分早上 你可以看到比特币现在59700啦 进一步拉伸的 昨天应该是拉伸了一个4.31% ok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video的话 我从这里开始我就喊了 ok 一个礼拜前54000 这边喊喊喊一路都是牛牛牛牛牛 如果你在54000 因为看到我的video进到场的话 在下面写54000 现在比特币进到59700了 然后重新测试了这个 resistant 这个trend line 至于他会不会就是往上突破 是今天突破 还是今天会往下回弹先 再进一步突破 还是他不会突破 往下跌 有一个潜在顶背里的威胁 只要知道这一切答案的话 记得把这整个video看到完 我会一一跟你后面分析跟解析 ok 现在比特币 如我们所预期的 他真的是一个健康的回调 过后他马上又弹回上去了 再重新测试这个顶部 可以看到这里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所以这里连成一条线的话 一个trend line 你可以画到这里是一个resistant 然后这里中间 下面这里有一个上升的support 这里有稍微往下跌破 然后这里上次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假突破 ok 然后其他时候你看 一二 全部都是形成了一个higher low 上面形成了一个higher high 然后如果你其实可以用这个图 用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这parallel channel 把它的顶点画线连起来 然后再往下啦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上升通道 这是一小时级别 ok 如果我们用天图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蛮陡峭的一个上行形态 可以看到吗 所以一样小时间级别一小时图 我们看higher high 然后higher low 看到吗 很明显吗 然后天图一样 我们也看到的是什么higher high higher low 在哪里higher high and higher low 所以形成了一个底部形态 现在它已经成功突破了这个顶部了 看到吗 ok 所以它现在进一步要挑战的是 之前的潜高 all time high 这样我之前也讲过我们的目标价 是要看到大概是85000 为什么至于什么原因 看回昨天或者前天的video ok 现在一切都心里都看起来都还蛮健康的 你可以看到天图还在继续往上拉伸 你可以看到一小时图 它也在走着第三第四个周期了 mscd 为周期咱们看怎样判断 为什么1234 然后怎样分辨什么时候顶背离底背离 看这个只有图1.0 看完了就会明白 是差不多6个小时的video 虽然很长 可是你还是要看得懂 这样目前来说 你可以看它现在走到这个波段 目前来讲 它是没有一个顶背离的一个条件了 因为它现在往上拉伸 ok 再加上现在它刚刚拉伸 就好像我昨天讲的 真的是这一两天的事情 它一定要破58000 昨天如果看我的video的话 因为mscd 因为58000的support 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讲的 fibo 昨天的video其实很重要 你要看回去 你看回去你就听明白 为什么我讲这里 昨天很大几率 一定会拖58000 所以今天它也的确破了 然后54000 如果你有进到的话 现在是54000 这里都已经10%了 就差不多1000%了 ok 我们还不要讲一些更早进了 ok 因为一些更早进的 可能42000就进了 14000就进了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千多趴 你看54000进都已经千多趴了 那种3000多趴 你可以看到45000就进 我有看到之前有一些是42000 43000就进了的 ok 第13000 谢谢 ensen ok 这里1000 2000 是一个蛮平常的事情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so that 这个是bip chat room 里面的这个trader performance啊 所以我们讲回来 现在到底我们还可以进场做多吗 其实你现在进场是迟了的 可是如果你跟着圈的话 你还是必须要跟着圈 他现在是在这下圈 ok 说的 而且如果他一旦突破58000站稳 我们假设今天 他真的站稳没有跌破58000以下 你可以考虑做多 然后把卡落放在57000 或者是56500 然后当做58000是一个support 所以虽然你的价格优势已经没有了 可是你不可能在强调 不可能跟着趋势对着干 很多人跟着趋势对着干的话 你这一次就中早了 ok 很多人不听了就讲 哎呀 现在已经到resistant 了 不要跟着圈 可是现在dl圈很明显跟你讲说 现在是uptrend红蓝线直上 什么是dl strategy 看这个video是给你判别几本趋势 你的趋势 我不会判断你才能赚钱 对吗 ok 说的 现在mscd第一个周期罢了还很新 然后dl uptrend 然后还要嗨嗨嗨的路 然后一个小时 全部顶背里的那个条件都被消化了 说的现在目前来说是很健康 对我来讲 我现在是很bullish on bitcoin ok bitcoin 大概就是这样子 潜在威胁嘛 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顶背里会出现 都只是暂时来讲现在没有一些顶背里 所以四个小时他这里也不算了 他现在开始走新的周期 ok 说的 目前来讲都是蛮健康的 无论是技术形态 mscd 然后support resistance 都是一个健康的形态 这样当然我们不能够过度乐观 我们还是要把我们safety pin 放在可能上一个support的支撑下面 或者是放在你的break even price 来make sure说我们现在已经赚钱了 我们不要本来赚的钱变成亏的 这样子就得不偿失 ok 我们现在只是要等他进一步喷发 现在对我来讲Bitcoin还没有真正的喷发 Bitcoin要等他突破65000 all time high 那个才叫真正的喷发 ok 说的讲完了Bitcoin 我们讲一讲Ethereum ok Ethereum这两天连续涨了一个6% 然后现在也是很健康 ok 说的进现货都一样 我进了现货 可是如果你要进期货 现在他已经涨了一个13点多 怕 然后如果你要做期货 我还是建议你说要等他破他的all time high ok 你要现在建长不是不可以 你建长你要把你的cut loss放这边 你要放好你的cut loss 多少不能够就是因为他现在是option就塞浪 all in 去做你的futures 这样等一下砸下来的时候你就亏很重 so that 还是要用低成本试错的方式来做 ok 所以是这样子 现在如果你问我一天你要进期货吗 可以的 因为现在是option的 而且他现在涨上来了 昨天他还是在这边罢了 还不确定不确定 再进一步确定了 你可以进第一批 然后等他突破了all time high 这边再进多一批 不是all time high 就全高点 ok 这样子的方式才是一个合理的对我来讲 ok 然后当然一天现货我是一天还是hold着 ok so that 今天的analysis 大概到这边先 下来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这个mindset sharing 比方我们进我的mindset sharing 我先要分享一个comment先 ok 这个comment 忘记是哪一个video来的 因为我是用search bar来找的 ok 还是讲 他不明把做一个我宁愿因为错误的理由而做对 所以也不肯因为对的理由而做错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我就回复他了我讲 这个其实是我一直都有在讲啊 只是我每次用不同的切入点或者不同的故事来讲 可是我这一次我直接用point form的方式来回答他 我讲要找出市场的原因勒 这个东西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啊 就是这个题目本身就有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循环在里面 说的他只是一个自圆其说的皇子 这句话代表什么 我真的讲啊 人很喜欢去找理由去找support 去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如果他看对的时候 然后看错的时候 他也可以用一些方式来去自圆其说 就是讲 ok 假设他本来是看跌的 ok 可是市场哦 因为有些原因他上涨了 可能jeff bezos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会自圆其说的讲 哎呀这个是庄家炒的啦 明明是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已经是jeff bezos让整个市场的热度上起了 可是他会去自圆其说找方法 哎呀你看这个多少多少被困 又转去这个我乐啦 现在一定是专家要扎盘啦 然后有很多阴谋论 然后ok可以讲 这种想法不是讲不可以有 可是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第一 你没有办法去认证 去认证说 道理你想的东西是对还是错 你根本无从下手去证明 所以就你会一直自己在那边自想矛盾 自己去那边抓牛角接 一直想一想一想 可是到最后是没有结果的 你真的知道jeff bezos是怎样想吗 他们庄家真的是现在是要找他吗 你又不是庄家对吗 与其是一直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来proof自己是对的 来去自圆其说 来去try to去找出每一个市场涨跌的一个原因 与其活的那么累 我觉得是你要有个想法就是 因为市场存在着无数的博弈 我们韭菜跟韭菜有之间的博弈 庄家的跟庄家之间的博弈 然后市场有很多不同不同的原因 跟变量每一天在影响的市场的走势跟价格 所以人是注定没办法掌握市场 这是我永远一直在提的 如果你来到我的圈 那你还是认为说我 我一定可以靠技术分析预测市场啊 这样子你就是可能还没有看过我的 所以想办法解释市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我该已经讲 因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自选其说的皇子 既然如此 我只跟从市场的唯一的答案就是价格的趋势 因为我始终相信价格是所有变量 所有因素 所有博弈之间最后产生的最后的结果 还硬在market的市场price 硬在上面已经是不可能改变 而且还就是那个对的答案 没有所以讲他是对的 只有市场是对的 这个意思在这里 因为你今天trade 你的结果是被总这个价格上下给你的 那如果你去讨论这个价格背后的一些 你知不知道对不对的原因去探讨 然后想要从中获利不是不可以 这个我们叫看法新的trader 可是看法新的trader会有一个弊端 就是你会很bias bias啊 如果你不懂什么时候要看 什么时候要打脸的时候 你就会很容易报仓 因为你很多时候就会把cut loss拿掉 ok 看法新的trader 很多时候就说的时候 他还是找市场的原因 他觉得市场这个时候会崩 但他崩的时候 他真的是做行动 真的是下场 真的是下中注 这样当然他有看对的时候 他看错的时候就好像香港狙击战 ok 他失败了 还是他懂什么时候应该打脸 ok 然后cut走 他亏损几十亿美金 人家笑他不行了 那这样他没有掉 ok 这才是真正一个trader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还是要跟回market的答案 即使你要看法 你看到再多么多的证据 市场当他formal起来的时候 或者他当他恐慌的时候 你还是要跟着取势走 所以我的解决方式就是 与其使用加法 找我们要的机会 不如用排除法 就是用减法 注意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 这个什么意思 其实就好像现在是up trend 我们现在是进场吧 进up trend 现在是不是可以进场 我会去看说 有没有一些大的威胁 会好像把价钱很大幅度往下拉 或者会跌跌下来 我会去找这样子的机会 如果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 就是做多啊 或者是会有一些潜在的威胁 这个时候我会注意的 注意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买上吗 你会一直去找上的机会 可是有时候你就是已经找不到的 这个就是也是一个 signal 来的 与其是去注意说 一直找一直找 有没有有没有一直准备要进 可是当虽然dl是up trend的时候 可是你已经找不到进场价位了 没有support 或者是已经是一些现象了 很多一些技术图 这个我在记录图 1.0 2.0 3.0 4.0 你可以去慢慢看 我自己不解释 就是当已经没有机会了 就是真的没有机会了 反正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机会的时候 反正是你应该要反向出场 或者是反向做单的那个时候 可能解释到没有这么清楚 可是如果你们好好去思考这两句话 真的是会帮助到你们很多很多 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人每次很喜欢要东西要东西 然后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自己都不懂要什么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要去问自己要什么 问自己不要什么 这是最容易的 so that 今天这个否定法 就是给你们一个 scenario 就是你们过马路的时候叻 不用去注意每一辆车的 ok 你只要去注意那几辆感觉 会过来撞你的车 好像驾很快的车啊 要不然就是跑车啊 要不然就是驾车 弯来弯去啊 隔来隔去的车 你要注意的是这种可能会撞你的车 你不用去注意每一个 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人家写车 明白我要代数的意思吗 所以用否定法去做是对我来讲 是相对来说更容易的 这一本书应该是取自反脆弱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坚持认为否定法进行预测 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新事物脆弱的事物都会被其他东西替代 这个是其他东西是不可预测的 这个你要看书才可以明白这个东西 正确的想象是从未来冲排除或削减 不属于未来的东西 ok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4.0 只有图案的体验来了 如果你是看过了只有图案4.0的人 你就对这个事情会很有 ok 我听了 懂看了懂 如果你看得懂这句话 你是 vip 的话 你在下面写看得懂 vip 看得懂 vip ok 只是只有图案4.0的内容 你却好好去琢磨这一句话 真的是一个很有跑的一句话的 正确的想象出从未来中排除或削减 不属于未来的东西 就是 this is how this market work and why we are riding on the trend right now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 ride on the trend 然后为什么我们可以坚持到最后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 ok so that 明白的就明白 不明白就看只有图案4.0 ok 今天的 video 比较短一点 因为等一下我有事情要做 so that 想要开始做交易的话 可以去到我的 channel 的任何一个 这个 video 下面有 description box 下面有一个 by bit 的 link ok 点击这个 by bit 的 link 就可以开始做交易了 ok 如果你担心不用 你可以不用担心 看这个 by bit 的 video tutorial ok 这个是我用了两年的交易平台 没有插针事件 没有玩臭事件 不像其他平台这样 如果你是做 future trading 你知道每一个 percent都对你很重要 所以请用 by bit 是最稳定最安全的 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了解 基本的技术分析的话 去我的 igdm 我 start crypto trading 我会传你12只 video 免费的 你看完了就可以有一个基础的 有一个入门的技术分析了 ok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 discord 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 ig 点我 vip ok 就可以看怎样进入了 加入这个 discord ok 我们这里有很多资源 而且不只是 trading 如果你们知道 vip 还有其他好看的话 在下面写好看好看好看 ok 今天视频简单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然后周一周五到日光 video 你就不会错过 然后这一圈圈到特别做做过客 我们明天的影片再见 Peace up bye bye by bwd6